为求学生来来记录光荣的时刻 来看到是苗栗县的毕业生县长奖颁奖典礼 全县国小道大专院校一共是有157所的学校 876位学子获奖 由县长郑东景亲自的颁奖表扬 勉励怀抱感恩之心 努力向前冲 上台领奖由县长郑东景亲自颁发毕业生县长奖 让师长予有荣言 112学年度毕业生 苗栗县长奖 在新港国中小活动中心举办颁奖典礼 全县国小国中高中大专院校 总共有157所学校 876人接受表扬 现在你们就是苗栗最棒的人才 这个毕业以后 去到哪里都一样 我觉得我在读书的时候 虽然我很逃避 我也会觉得 如果学校教育的工作 跟自己都没有做任务的准备 你会觉得这个好像 如果不是那么踏实 所以我认为现在当学生 接下来你们要升国中 升高中 升国中的当然 我们在县内的多 希望大家到国中以后 还是要品质在国小 读书的精神 中县长引用北宋著名诗人 黄庭坚的名言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憎 勉励同学们利用读书 丰富心智 而每一位受奖的孩子们 都是各校各班的顶尖佼佼者 议长李文斌认为 获得县长奖不容易 不仅是奔荣耀 更要感谢县府团队 深耕教育的用心 我们中县长会长的用心 让我们各位毕业生 得到现场的毕业生 多到现场来这里 来给你们受奖 给你们合照 我想这是一种荣耀 那既然这个荣耀 我们毕业了 我们要继续的往前冲 那不管你在国中端 或是国小 或甚至高中生大学 我们一定要品质 现在的优秀的成绩 继续为苗栗 来征集更多的家庭 让我们苗栗县 再度发光发亮 迎接新学期 钟县长也鼓励同学 暑假期间 多运用图书馆的资源 借由多远阅读 开拓自我视野 也透过不同应对课程 发掘兴趣 培养自我技能